Hello,大家好, 今天要讲疫情,主要是讲香港, 因为大家都比较关心现在身边周围的事情, 这是人之常情, 主要讲到这件事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發觉有一个名词, 是经常这几年在香港官员口裡面出现的, 是什麽呢?人性化, 以前不会用这个, 因为以前一讲出来, 大家就说以前大家都有人性, 你这样讲这个是否指平时没有人性, 现在要用人性化去处理, 这个就是文字游戏,老实讲, 又不会上线上线的,亦都不好,是吧? 为什麽讲到这个话题呢? 就是从葵冲, 有些楼宇要封了几日,五日, 跟着封的时候,大家都很合作, 不过中间出现了一些事情, 是官方说我要人性化主理, 但是大家都觉得人性化? 究竟什麽叫人性化? 怎样才可以人性化呢? 这个大家从一些细节, 最重要是大家站在不同的位置, 大家的理解就不同了。 好了,我们先看看, 有些人今次港府就说大家要理解, 大家也要有些付出, 少少的牺牲, 然后大家同心一致去抗疫、动态清零等等。 它讲的孤立这个角度是有道理的, 我完全不会说一概否定的。 这里所讲的动态清零等等, 很多人的概念都不明白的, 港府解释都不明白, 你解释都不明白,人家就不明白了。 大家都说你这样, 大家不一致反对的, 它都赞那裡的居民很多很合作, 要检疫、检查,大家都很排队, 不过中间就出现了一些事情从政策层面来讲, 都是很大的漏洞, 譬如说那晚,突然间就说要封楼了, 那晚就因为刚刚是黄昏晚饭时候, 因为港府就说准备得不够, 不够一下子供应数以两千多人, 所以那晚就不派食物,不派饭了。 其他过了,第二天就是早五晚三三, 就照隔壁那一顿照做的。 港府的解释就是一下, 没有办法找到供应商,供应商要四个小时等等, 所以没有办法了, 是这样了,请大家忍耐了。 跟着就是外卖不准叫, 跟着都留一点点人性, 就是说有药物的,要送的,人命关天, 这种情况是会放开的。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事件, 就是有些家人将那些药品拿到大门口了, 跟着就是说我们不能进去, 那里面出不来,请有关人员,首位或者给代送。 我都明白你在外面弄些东西, 会不会那个物件又会有污染。 如果你是人性化处理问题的, 那你就立刻将外层消毒了,是吧? 你消毒了之后,不是你拆开那些药, 也会消毒,你一外层消毒,消毒完之后, 你可以拿入大堂,然后让人来拿。 同样是可以的,国内都是这样做的, 国内送外卖, 几大批送外卖,放在小区的门口, 然后不会有接触的, 它中间还弄了一些什麽呢? 就是那些喷洒, 那个人外面进去要经过喷洒的帐篷, 有些是透明的,你看到喷一些东西出来, 跟着食物、药物都包好了, 便没事了,放在小区的门口, 然后来拿,有人管理的。 现在问题是说,你一刀切那样东西, 明明显示到无人性化了。 有些朋友跟我讲, 一个事件不可以作为全部的例子。 但是我经常讲, 一个例子就是积累一分的不满怨恨, 即是民怨,现在民怨少吗? 你慢慢积累起来的时候, 你便不要看一些那样东西是无事的。 其实这裡反映了一个非人性化的思维, 这个人性化我用官方的概念, 所以是怎样呢? 就是我估计官方可能有些官员都评估过, 就是说家裡不多不少有个公仔面, 有些面包、罐头, 没有吧?不送饭一晚而已,应该没有大问题吧? 他们想,所有人家裡都应该这样的, 但是真的有些家裡没有的。 怎样呢?我听其中一些人士讲, 他就说一晚你就捱一晚饿了,是吧? 他觉得是很自然的。 这些其实是想到, 那个思维其实是挟地与离地的分别了。 其实后来有些人讲, 你房屋处或者支援队伍裡面, 你那房子裡面计算是多少个单位, 然后分别人打电话, 打电话,因为一定有资料的, 房屋处等等,你一定有这些电话, 不知就问一下你那裡是否真的断粮等等。 你是想尽办法而做不到, 别人不会怪你, 但是你是一刀切, 跟着说不行了, 你们大家理解政府,那些老百姓就说, 那谁理解他们呢?是吧? 我这些完全不是善起对政府不满, 而只不过是提一些建议, 其实是否可以减少即使是一点一滴的民怨呢?是吧? 所以,这一个是第一件事了。 第二件事,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连锁反应, 那个心理的作用? 我过去都经常讲, 如果作为公权力的, 你做一样好的东西, 你跟着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好的, 一百样,大家都埋怨的, 但你最关键那样做好了, 大家都会接受原谅你其他做得不好的东西的。 相反,如果你做那样东西是不好的, 最重要的那样东西是不好的, 或者你跟着做一百样好东西, 大家不会记得你其他那些东西的。是吧? 所以,关键的位置、关键的事件一定要拿好, 而不能够, 以前有一个港府的人员行政会议的, 不过现在不是。他讲了一句说话, 我们想这麽多东西, 到最后香港人都不理解他们的, 所以不值得帮。 这一个逻辑是不对的, 这个逻辑后来他自己都道歉, 不应该讲这些说话。 鬼叫你有公权力吗? 鬼叫你做出来的事是看主次的。 所以现在出现的情况, 很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跟我讲, 其实这是一个原理或道理的问题, 就是什麽呢? 当你的政府威信是高的时候, 你做得不好,你努力做了, 大家都会, 我们在納货带,大家请挨,共度时间。 当你的政府威信不够的时候, 你多努力做事呢? 大家都不会合作的, 或者拉牛上市的,是吧?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民意调查, 现在港府的威信有多高呢?是吧?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甚至上一匹布那麽长, 我都不会孤立在现在眼前, 而是长期来讲, 官方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醒觉, 愿不愿意去从根本问题解决问题,是吧? 虽然这裡大家可以看到, 眼前大家都愿意配合, 不过大家眼前看到长远的, 是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大家合作的主动性又会弱的, 这是很自然的社会管理学来的,是吧?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你见西方社会, 或者国内有些官员都开始学到, 就叫做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便认下坏了, 在无双大雅的问题上, 你有这种道歉,或者say sorry等等, 这一件事其实是对着安居乐业的民众来讲, 其实这个是最容易做, 以及亦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但是现在大家看不看到? 最近晚这样讲,不是什麽东西都是人头落地的, 现在要先解决问题, 其实从政治技巧的包装, 以前我们都跟一些官员交流过, 那些传媒训练的课程裡面, 我们都提过一件事, 就是你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 你那个以退为进, 即使你说调查、问责是以后的事, 你现在先解决眼泽问题, 你的语言上有一件事, 你做一点点就可以射到很多力了, 是什麽呢?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同心同德, 我们一起去解决问题, 讲这句OK, 但是大家不一定接受的, 跟着你讲多一句, 就是说完这一段时候, 即过了这个难关之后, 我们一定会去问责, 如果我有什麽问题的话, 我都愿意承担责任, 你讲多一句, 如果是有需要的承担责任, 以致我辞职等等, 这是以后的事来的, 你是不是以后的事, 你可以眼前这个消消气, 这一件事你可以做, 但是现在, 大家看看, 死都不可以, 跌那些都不可以退退, 你不要人头落地等等, 好了,大家都说, 你现在即使大家是帮你去一起, 或者帮大家, 帮自己去解决了这个眼神的问题, 但是试过境迁之后, 有多少官员是真正会问责的呢, 或者被问责的呢,不知道, 即是大家最关心的洪门宴, 是吧,林郑经常讲, 我们现在是跟进会严肃处理的等等, 大家都说好,再给你时间, 但是什麽叫合理的调查时间呢, 其实是合理的调查时间, 是掌握了你, 但是从政治技巧的角度来讲, 你其实是一个如何平衡, 一方面的火烧,一方面你如何发火, 你不是不作为而令到火烧得更厉害, 其实我一直讲这些, 其实都是一种管治的技巧, 是吧, 但是你现在似乎没有的, 乱了章法, 再加上执行的时候, 前线人员是完全按你的精神来做事, 你说那些人不帮你送药, 因为你的政策是不透明或者不要说不透明, 你的政策是你可以任你自己按那刹那来解读的, 连前线人员、连建制都不服你, 怎麽消除民怨呢? 所以这一个涉及到我讲的第三点, 第三点大家有没有留意近几年来的香港政治文化呢? 其实已经很倾斜, 不单止是应酬、官场等等那些文化, 我简单地举个例子, 这些术语都是很倾斜、很明显, 你说语言沟通等于香港有些语言进了大陆, 大陆有些语言来香港很正常, 但是其实大家感觉到, 在官场裡面一些术语的转变是很说明一个心态的, 我刚才举人性化这个例子, 香港过去什麽时候有用人性化这个呢? 你说可以,这个也是一个正面的词用。 好了,接着香港以前讲策划而已, 你叫什麽呢? 但现在你经常讲策略, 策略。 好了,我不详细去讲这些内涵究竟是怎样, 但有时一些东西来讲,譬如现在北部, 香港北区,它是北部经济大, 虽然这个有时用有时不用, 但你可以看到, 裡面其实是很多与国内的文化吹同, 一带一路, 其中一个丝绸之路经济大等等, 我都不是一概否定的, 我只不过是讲如果这些语言文化倾向, 慢慢转为政策性倾向, 这一件事就是看两制本身的结合本地, 时宜的程度去到哪。 除了刚才举那些,另外外部势力, 外部势力以前不会讲的, 自从讲到国家安全要外国势力、外来势力、外部势力, 由2008年开始这三个词是慢慢慢慢有改变的, 以前叫做反对外国势力, 跟着反对外来势力, 跟着现在是反对外部势力, 为何会这样改变呢?一个字而已, 原来以前所谓反对外国势力是指有政权的, 外国政府搞乱香港搞乱中国不行, 但后来扩大到什麽呢?台湾不是外国, 出了去的民运人士或社运人士, 这些不是外国的, 外国势力不可概括, 于是这个外来势力, 但从思维裡面去看, 你是否扩大了,即使是对抗面, 但是你是将整个敌人的面子扩大了, 后来还有一件事, 外国的非政府组织NGO, 什麽都针对中国等等, 这些又不是政府, 又不是台湾海外民运势力, 怎样去概括呢? 后来想外部势力, 于是将外国民间社会某一个部份, 都变成你的敌人了。 最近刚刚有一个官员, 前外交部的高官, 他讲中国要有自己的NGO, 刚刚是今日的新闻而已,是吧? 我觉得没有坏的, 你从原理、原则上没有坏的, 外国有外国NGO, 中国有中国NGO都可以的, 但是NGO的作用是怎样呢? 中国这位前官员就说, 因为外国的NGO经常污蔑中国, 所以中国要有中国的NGO来澄清平衡。 这个其实是将这些NGO, 变成中国的半官方喉舌, 作用是这样而已, 不是真是普遍社会发展裡面的理解的,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吧? 今天我不详细在这里讲, 我只不过思维倾向, 原来又是一个冲突的保护, 冲突与保护一个这样的出发点,是吧? 所以外部势力,再看看这几年来, 排座次,这个次是次序的次,不是厕所的次, 你看看排座次, 哪个人是代表哪个的,是要很劲的, 或者个位不可以错的, 代表高级官员的,即使他是一个代表, 可能真正的职务位置很低, 但是他都可能坐在主人家旁边, 最近官场就出现了这一类情况。 跟着还有就是这一个去现场视察, 林郑今次都OK啦,快啦,去到那裡视察, 但是很多人就说不用做show啦, 我又没有任何一个倾向, 究竟是否做show呢? 或者他真是想去了解一下情况呢? 我只是讲一个客观的反应, 客观的反应,大家就说你解决实际问题啦, 我刚才讲的那些,你打电话, 哪个人家真的断粮,你去做这些事, 要不然帮人送下去,你做这些事, 你让人知道, 大家都不会觉得你去那15分钟, 这一个很容易, 大家就会又将与国内的一些文化对比, 你说国内的一些文化, 官员都是在现场裡面去看、去视察等等, 都没有坏的,这个都要做的, 现在问题就是,我经常讲这一类做法, 外国都有啦,你猜外国那些政要去视察, 又是他没有做show成份,他一样做show, 做完show之后被镜头拍完之后, 他转转头就骂那些选民啦,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英国首相, 麦高敦、麦高敦,他就做选民, 去跟那个女士谈谈了, 跟着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 刚才说那个什麽什麽就骂人了, 怎知他不记得闪个咪, 不记得闪个咪, 结果全世界记者全部都听到, 他自己死死去走去那裡, 对不起,对不起,我政客那些, 这些是外国政客的本色, 你说外国都是这样,做show而已, 但大家有没有發觉有一件事, 外国的政客说完这些事,做完之后, 别人可以骂,跟着别人觉得你这些本身是政客, 那些政客不会包装到我是神仙, 我是很伟大的等等, 所以这个文化的差异不是等于你去走走, 就表示到你对人民的关心, 你见到国内孙春兰副总理去试察, 武汉那时去试察, 楼上的人炸的炸的,假的假的, 即是你收到很多辩民的措施, 帮人老百姓感觉得到的,是吧? 所以这一个情况就是提到 很多人去扔到所谓特首选举了, 这个话题今天不详细讲了, 我只不过是说, 去到这一段时候其实政治技巧的处理是怎样呢? 你让民众可以消消气, 消消气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是以前总理朱镕基的名言来的, 他说你消消气政府又好做, 民众又相对又会好些, 那个感觉稳稳稳,正因为这样, 我是响应消消气而已, 所以我并兴并来我写了两首七拙, 两首诗,大家看看迎光幕, 我是按照情况, 即刻希望反映大家心声消消气而已。 第一首,一声检疫在初更, 因为是傍晚时候来的,初更时份, 9点就开始指示了, 所以一声检疫在初更, 吹断即是吹事员的吹, 吹断流风, 吹断,雷眼争, 即是眼在流淚, 但你都要争开的, 跟着草闻果腹凭空气, 妇人瘦口刺和羹如刺, 还有那些羹, 这个等于当时杜甫, 朱门走肉臭,路有冻死骨, 香港暂时不是这种情况, 但那个淒然的感觉, 是令人感觉到真的很不舒服的。 另外一首, 高官暖畏有盛言, 言是言直的言, 伟民冷土空随言, 这个言是流口水的言, 跟着一在云端一在地, 一个在天上云端, 探在那裡,好舒服, 一在地, 我原本写这句诗的时候, 我的地字,我是用个月, 即是吞逢头做个八, 这个虎月龙潭的月, 我原本是用这个字的, 不过想想这个月, 好像入了地底, 是用个地, 最后一句是心言不接, 枉清言, 你观和文两个心, 那些言线都不接, 你怎样说,我自己经常去照顾民情, 我好努力去做事, 体贴民心等等, 怎样可以说自己很行呢? 所以这裡我刚才一直所讲的, 其实是一个以退为进, 搞好眼前你要疏导到大家的民气、民怨, 朱铿基他很懂做这些事, 你见他每次有大灾难的时候, 是他去到最危险的地方, 那次大水灾,华东大水灾, 他去到差点, 人们又说你快点下来, 站在车上拿着咪, 如果突然洪水来, 他都挺危险的, 所以这些来讲, 我们并不是挑起仇恨, 也不是善起对政府的不满, 如果政府是将我刚才所做一部份, 我估计他的形象都可以稍微, 不会傾倒于一刹那之间, 所以今天从这些话题裡面,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个人感受, 希望大家现在最重要是健康, 就是存在,不要受伤,不要厌疫, 这一件最重要, 然后准备过年, 今年过年他们都说很难放欢, 去到这个位置来讲, 大家努力自己做好自己的安全, 健康的保护, 在这裡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日后其他话题到时再跟进, 好,拜拜